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鲜猪肉 仙气仙脉 甲一胚时的 不过这道猪肉盔甲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那就是在受伤之后会慢慢的恢复自身的生命值 20秒一颗星的那种 如果觉得这种恢复速度慢的话 还有一种同款熟猪肉盔甲 哎呦 这个闻起来就更香了 虽然没有之前的颜色好看 但恢复速度变成了10秒一颗星 如果这样的话还觉得慢 那我就换个说法 这套比前面那一套恢复速度快了一倍 这样就说不多了吧 除了全脑的盔甲 更多有意思的还是单件的 就像这件 花胸甲 在背包里看起来是三种颜色拼接款 实际穿上之后呢 后面就是把两朵花贴在了身上 能想出来这个镂空设计的 一定是个天才 并且在身边还会不断的生成小发发 这个神奇能的那一屋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不过在沙地上就不管用了 整体来说还是很漂亮的一件盔甲 戴上这个画着白天和黑夜标志的头盔 就能拥有改变时间的力量 尤其是在昼夜交替的时候 你会发现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 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落下 而太阳呢会快速升起 因此可见 这个头盔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神器 想缩短一晚时间的小伙伴 现在就可以入手了 不过相应的是白天也会变得极其短暂 所以在达到目的之后 一定要想着把它摘下来的哦 还有这个堂皇鞋 这样它能跳到第五格的高度呢 轻轻松松就能摸到四个方块上 比跳鱼要是好用多了 跟它差不多的还有一双双跳靴子 用它可以跳上两个高的方块 不过普通的方法不管用 需要双击两下扣隔键 才能够激活收断跳法 这个操作比直接跳两个的感觉 那就是不一样 更神奇的还有这双魔术靴 穿着它走在水面上 就能使脚下的水变成冰块 注意这里的冰块可不是像冰霜行者那样 不一会就会自动融化 而是永久性的变不回来的那种 而且还能把岩浆变成黑曜石 这次是真的水活不清了 不仅如此 这双鞋子还用有戏剧保湿的作用 只要在这些圆框上走两圈 不管是钻石煤烫还是铁钉金银 通通洗到自己的口袋里来 并且走在原石上立刻变为石头 走在泥土上那能瞬间长草 看来环保这条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最后是我最喜欢的高科技产品 火箭背包 穿上它只要按住空个剑起飞 就像工业里的喷气背包一样 使用非常的方便 再搭配上加速护腿 使用体验的更佳哦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由于时间的原因 魔族中还有一些有意思的防具没有说 就留给小伙伴们自己去体验吧 魔族名称链接就放在视频下方简介处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下载体验一下哟 最后最后 喜欢这支视频的小伙伴 可千万别忘了点点关注偷偷避啥的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了个拜 掰掰 给你orthve işi 设顺